立法會三讀通過定立規人罪 禁止規人、偷拍或未經同意發佈私密影像等 遺者最高可以判監5年 在立法過程中,我們本著一個原則 就是要向公眾發出清晰的訊息 不應該作出這些卑劣的行為 以及是干犯有關的罪行會有嚴重的後果 透過定立特定的罪行 可以阻嚇不法的分子、干犯規人、偷拍 以及未經同意發佈私密影像的行為 從而保護可能受害的人